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中国内地单日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数量 首次超过万例 从3月28至4月2日 中国内地日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连续6天在5000例以上 4月2日新增本土感染者依然呈现局部集中 多点散发的特点 95%以上集中在吉林省和上海市 涉及省份均较前一日有所增加 其中本土确诊分布在20个省份 当日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来自24个省份 上海7788例 吉林3499例 并有9个省份达到两位数 包括安徽93例 辽宁43例 江苏和福建各42例 江西38例 河北35例 河南20例 湖北18例 黑龙江12例 上海全市进行抗原检测和核酸检测 北京在线外地抵径阳性人员 4月2日 上海市新增本土确诊438例 无症状感染者7788例 均较前一日大幅增长 本次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近5万例 其中9成以上为无症状感染者 上海市4月3日通报 当前 该市正在推进新一轮核酸筛产工作 已彻底排除风险点 切断传播链 尽早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根据前期核酸筛查情况 上海决定3日在全市进行一次抗原检测 4日在全市进行核酸检测 从3月28日起 上海以黄浦江为界进行分区分批核酸筛查 据介绍 上海浦东浦南级相关辖区 已累计筛查1832.9万人次 4月1日启动的浦西相关辖区核酸筛查 已采样1441.16万人次 4月3日 上海市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吴干余介绍 本次疫情以来 上海陆续启用后备定点医院 改建一批方舱医院 现有定点医院 后备定点医院 方舱医院十余家 同时 上海又改建了一些大型公共设施 努力实现感染者应收应收 在已开设的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 在已派驻十佳医院医疗队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龙华医院 月延医院 曙光医院 费科医院 杨浦区中兴医院等多支医疗队进驻 吴干余表示 当前 全市医务人员以权力投入疫情防控 核酸筛查 医疗救治 疫苗接种活面上医疗服务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应急处置任务 国家已组派医疗队援助上海 兄弟省市的医疗队 主要入住方舱医院开展收治工作 首批江苏 浙江 安徽的医疗队员 采样队员已经掀起抵护开展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